被告席上的13名被告人 都是因为组织传销 开设窝点 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非法行径 被平乡公安机关依法拘留 团伙成员都来自于外地 以男性居多 仅有的两名女性 被他们当作诱饵骗人 该组织假借传销模式 通过QQ性聊天 与被害人谈恋爱等手段 将无特定地区的男青年 骗入窝点 采用掐断通信联系 限制外出 贴身探索 上课洗脑等手段 强行将被害人限制在窝点内 公诉书显示 这13人2018年7月来到平乡 先后在金陵西区 前村巷 姚家巷 战前路等地 租房设立了窝点 并以谈恋爱为由 诱骗男青年来到窝点 为了迫使受害人入伙 购买他们的高价传销产品 团伙成员涉嫌对受害人 动用了非法拘禁手段 实施对被害人的非法拘禁的行为 给被害人进行精神洗脑 然后迫使被害人交出自己的钱财 把自己银行卡里的钱取出来 交给这个组织的家长 然后去购买所谓的 根本不存在的虚拟产品 那么钱到手之后呢 这个钱就转给了 这个传销组织的上层人物 由他们予以挂分 2018年7月至9月间 先后有5名受害人报警 在涉恶势力团伙的逼迫下 受害人有的爬窗 跳楼逃跑 无法脱身的人 被迫交出银行卡和密码 在非法组织中购买所谓的产品 有关司法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这是一个人数众多 组织严密 层级明显 而且作用手段具有惯常性的 这么一个共同犯罪 那么根据扫黑除恶 撞相斗争的有关要求 这一个犯罪组织 可以依法定行为恶势力犯罪集团 当天 合议休停之后 决定将择日对该案进行宣判 都市频道记者评乡报道